本节目有好书宝牌黄金油胶丸特约播出 有警示有故事这里是北方警示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志 节目开始之前先进入咱们这一期的警示快讯 村民务农在外忙有人趁机搬院墙 农忙时节村民们白天一般都在外劳作 村子里乡的空荡又平静 而有些人就趁机打起了歪主意 视频中的这名男子是隋中县公安局沙河镇派出所的民警 在近日抓获的一名盗窃惯犯 该男子趁村民在地里干农活之时翻墙入室盗窃财物 有时偷个一两百最多盗过六千多 受害农户多达五家 刚巧其中的两户被盗人家院内装有视频探头 男子的外貌体征被拍个正着 案发后民警根据视频中的长发 天兽身材黑色衣服等外貌特征 来排查搜寻盗窃嫌疑人 这天民警在处理完警情回反的路上 刚好就看到了同样穿着和体征的男子 而这个路人正是警方正在抓捕的这几起盗窃案的嫌疑人 经审问该男子之前就有过盗窃前科 他知晓农忙时节村里很多农户家里没人 所以就重拾了就业 连续实施盗窃无奇 接下来看看观众们关心的相关法律问题都有哪些 李女士问什么情况下可以变更监护人 律师回答监护人的变更即是抚养关系变更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16条规定 抚养关系的变更应当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一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因患严重疾病或因伤残无力继续抚养子女的 二与子女共同生活一方不尽抚养义务或有虐待子女行为 或其与子女共同生活对子女身心健康有不利影响的 三 实质生活该方又有抚养能力的 对子女抚养关系的变更 法院会结合是否有利于子女的健康成长 双方当事人的实际情况以及子女的需求来综合判断 比如被抚养人在被原抚养人抚养期间 沉迷于网络游戏出现旷课逃学现象 而在随另一方生活期间以上不良行为能得到矫正 那么另一方要求变更抚养关系的 法院通常予以支持 如果您有涉及合同 房产 债券债务 建设工程等方面的纠纷 需要法律咨询 辽宁巨东律师事务所拥有专业的律师团队 欢迎大家拨打法律咨询热线 024-3112-7786 024-3112-7786 男孩出生 阿姨和外甥女都说是自己 两个女人十月怀胎 生下孩子为何只有一个 谁是母亲 北方警示马上播出 农坛酒壳还没好 快用好书宝 好书宝 一公鸡切液浓缩萃取 一克黄金油 老曼芝 咳痰痰 农坛酒壳还没好 快用好书宝盘黄金油浇碗 老曼芝 咳痰痰痰 还咳子呢 农坛酒壳还没好 快用好书宝 好书宝 到底要采妥妥的 好书宝 每一片黄金叶都采自广西大峡谷 深深黄金 农坛酒壳还没好 快用好书宝 好书宝 活性成分足足的 好书宝 鲜叶萃取 黄金叶从采摘到萃取 不超48小时 农坛酒壳还没好 快用好书宝 好书宝 精华浓缩满满的 好书宝 一公鸡切液浓缩萃取 一克黄金油 农坛酒壳还没好 快用好书宝 好书宝 每一粒都释宝 老门之 咳痰喘 农坛酒壳还没好 快用好书宝盘黄金油浇碗 农坛酒壳还没好 快用好书宝 好书宝 一公鸡切液浓缩萃取 一克黄金油 老门之 咳痰喘 农坛酒壳还没好 快用好书宝盘黄金油浇碗 一斤药只浓缩二两高 哪些人更适合葛红药膏 风湿骨痛 慢性腰腿痛 腰痛 腿痛 关节肿痛 葛红药膏 选用广西十万群山 道地野生药材 一斤药只浓缩二两高 风湿骨痛 慢性腰腿痛 腰痛 腿痛 关节肿痛 还是那些老毛病 试试葛红牌贵龙药膏 优化法制化营商环境 建设法制辽宁 大家齐努力 有警示 有故事 这里是北方警示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杨志 她叫黄小英 三十九岁 是新建县石部镇 一户人家的儿媳妇 前不久她生下了一个儿子 然而几天之后 黄小英的外甥女一家 从福州来到了新建县 说这个孩子是自己的 阿姨和外甥女都说 这个男英是自己的 如此离奇的事情 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呢 苗苗的父亲名叫傅宝金 今年三十七岁 是傅家老小 在外地当厨师 两年前 傅宝金与福州女子黄小英 相恋并同居 这一回 黄小英生下了这么一个 大胖儿子 傅家人都格外高兴 然而 林傅家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几天之后 突然从福州临川来了几个人 自称是黄小英的家人 并且表示 苗苗根本不是黄小英所生 而是黄小英的外甥女 胡冰群刚出生不久的孩子 当时我不相信了 我都没有两个 我老人给哪里的相信 过得多数了 傅沐喜说 对方一定要带走孙子苗苗 而且他们还叫来了 福州市公安局 临川分局的民警 在福州市公安局 临川分局刑侦大队 记者见到了当时 到傅沐喜老人家的 副大队长袁财金 袁财金告诉我们 就在去年12月30号 他们接到了一起 婴儿失踪的报警 原来去年12月18号 王雷的妻子胡冰群 刚生下了一个男孩 由于家中人手不够 胡冰群的阿姨黄小英 主动提出 要帮他们照料孩子 他就主动跟他说 这个小孩要不我帮带几天 苏海人的那个黄礼 跟他老婆觉得 他自己做工地 也没时间照顾他老婆 他老婆一个人在家里 带小爷切成难事 还是在那个作业期间 他就同意了 12月29号 黄小英抱着孩子说 要回畅开老家照料 然而在这之后 就没了音讯 在等待了一天 仍然没有音讯之后 着急的王雷便报了案 经过调查 警方很快便找到了 黄小英在南昌的出租房 据房东介绍 在两天前 黄小英的确带来了一个男婴 并且自称是他生的 我们把照片提供给他 看着他切实就是他 他说他儿子 刚生下的儿子 他上了喜堂 就跟同桌的人上了喜堂 打了烟花暴走 他说好像人应该回南昌 靠新建安逸那边过去 他好像是那边人 最终民警找到了 新建县石部镇父母系的家 在那里民警见到了孩子 以及黄小英本人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 那么既然黄小英如此坚称 孩子是自己所生 那他从怀孕到生育期间 又是否有人见过呢 父母系说 黄小英怀孕的样子 村庄里的人都见过 就是去年十一月底 即将临产的时候 黄小英还在石部老家住过 父母系说当时在家人的劝说下 黄小英同意在当地生孩子 但是谁知道在儿子父母经外出之后 黄小英竟不辞而别 不久之后 父母系接到了黄小英的报喜电话 黄小英自称在福州老家 已经生下了一个男婴 父母系告诉记者 之后他和儿子傅宝金 曾三次打车去福州 接黄小英和孩子回家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都没有接到 去年十二月三十号 黄小英终于带着孩子 回到了石部老家 父家人都十分高兴 可是这个孩子 究竟是不是黄小英所生的呢 如果不是 黄小英又为何要这么做呢 一月四号那天 面对从福州赶过来的民警和亲人 黄小英仍然坚称 孩子就是自己所生 在这种情况下 警方想到了一个办法 刚生小孩的人打个必杀 生为生 这个到医院一看去行政 当时家属也同意了 在派的所 跟人员马上联系卫生所 联系卫生所 卫生所已经做好了准备工作 然而 就在车子开到卫生所门口的时候 黄小英却不肯进去了 面对医学检查 黄小英终于承认 孩子是他从外甥女处拐来的 可是黄小英究竟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在福州市看守所 记者见到了犯罪嫌疑人黄小英 我帮她带 就是帮她带的意思 那为什么我们了解到你在南昌 个人家说那小孩是你生的了 我也没说是我生的 面对记者的提问 犯罪嫌疑人黄小英 矢口否认 她表示自己根本就不能生育 你有能力再怀孕吗 我觉得在 没有能力了 犯罪嫌疑人黄小英告诉我们 她今年39岁了 有自己的丈夫 并且生育有两个孩子 她从没有想过要和丈夫离婚 黄小英说 她和富宝金只是情人关系 跟她在一起是什么关系呢 就是男女关系 她知道你 别人会没离婚知道吗 当时不知道 而且黄小英说 自己有没有真的怀孕 情人富宝金再清楚不过了 如果我反而又没反应 她一直在我身边 她自己也知道了 她又没穷人 又没敌客户 因为我跟你说 难得你的怀孕 也难得你知道 这个大肚子不大肚子 我能过心的 那么黄小英拐走自己 外甥女的孩子 谎称是和情夫所生 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据警方介绍 在审讯时黄小英曾表示 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能挽留 住与情夫富宝金的感情 跟她在一起的时候就提出 我们在一起一个前提 打结婚证 要生个小孩 因为父亲男子没见 应该说是没生小孩的 要生个小孩 要亲生个小孩 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 黄小英是不是真的怀孕了 富宝金又到底是否知情呢 记者决定继续调查 富宝金告诉我们 两年前 她在南昌做厨师时 认识了开小饭馆的黄小英 当时黄小英告诉她 自己是离了婚的 她有跟你说过 她的婚姻情况吗 就你了解她的婚姻状况吗 包括生育情况吗 没有 没有 也就是说她骗了你是吧 是啊 我不是说骗了我 我把我家里见得不效能 富宝金说 当时出于想找另一半 好好过日子的想法 她才和黄小英正式交往 我开始我们接触 我就跟她说 我说如果不能生小孩 我们就不能不要在一起了 没有意思 什么怎么样 我开始相处的时候 我就跟她说得很清楚的 直到这一次 富宝金才知道 黄小英压根就没有离婚 而谈及怀孕之事 富宝金说 她只是注意到 黄小英身体发胖了不少 当时黄小英说 自己怀孕了 她也就相信了 但是去年一年 她一直都在外地打工 很少与黄小英在一起 傅宝金说 自己对黄小英是投入了真感情的 可是她万万没有想到 黄小英居然从头到尾 都是在欺骗自己 让来我们死的心情都有 爸爸的老妈都在哭 富宝金认为 黄小英之所以这么做的目的 完全是为了骗他们家的钱 她为什么做 她这样做就是为了骗钱 就是一个目的 你的工资都被她拿走了吗 是哦 大概你在她身上花了多少钱 花了八九万呢 而民警也告诉我们 在得知黄小英生了孩子之后 父母喜父子俩曾多次打车去街 但是黄小英都以种种理由 搪塞不见面 这其中的原因 是因为当时黄小英 外甥女的孩子还未出生 她的骗局不能得逞 现在孩子已经重新回到了 自己父母的怀抱 然而孩子的家人 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因为犯罪嫌疑人黄小英是他们的亲人 他们不愿意看到黄小英坐牢 然而法律是严肃的 黄小英必须为他的行为承担责任 而对于父家人而言 他们的内心同样无比失落 因为黄小英一直在欺骗他们 导致他们人才两空 那么黄小英这么做 究竟是为情还是为财 这个答案只有他本人心里才解决